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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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倩的反应更是让人心疼 满脸都是不敢相信的表情 小心翼翼的眼神真的太虐了 但我们艾拉就是很坚定地选择她 并且不断发送爱的沃克 经过一番思考 我们吴倩终于小心翼翼的点头同意 看看艾拉的反应 十分的开心 甚至在第一时间 就再次当面称赞了吴倩的表演 我很喜欢你的表演 对于一直没自信的吴倩来说 艾拉在这一段的每一句话对她都是莫大的肯定 以至于她忍不住在采访中提到 我第一次在这件事情上面可以被认可 虽然但是 吴倩这段真的太虐了 要知道 吴倩未出道就是五大笑话 前途明明一片光明 而当时的她十分自信啊 在和一生肖默播出之后 吴倩就被英国威廉王子接见了 当时是电影《帕丁顿雄上海首映》里 吴倩是唯一出席这个活动的女演员 正常活动都落落大方 两人还热情交流了很多演戏方面的问题 还让不少人感叹 这才是笑话该有的样子 不少网友纷纷开骂到底张雨坚做了什么 让吴倩会有这样的眼神 希望吴倩可以在浪姐寺中找回自信 但目前网传她在二宫或许被淘汰 希望漂亮姐姐可以走得更远 让我们再见到之前自信开朗的吴倩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